它就是一塊旁邊這個把手 可能會有些人想要看 那白色的是我 然後它的花色就可以直接這樣立起來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很可愛耶 你看我這樣子可以直接打開 然後前面這邊是白 它外面這邊有把手 這個也是你要吃火鍋 它這個把手這邊是木 這樣子用轉的優點就是除了它外 今天的影片會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看到的這些包裹 裡面其中有三分之二 幾乎都是我朋友的東西 那因為我朋友最近要搬家 然後加上他被我的淘寶影片 整個燒到體無完膚 所以他就請我幫他下單了 蠻多東西的 然後我自己呢 就是也買了一些東西 所以今天的順序比較特別 我會先把這些東西全部包裝都拆掉之後 再一一的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把他們所有的 外面的箱子拆開之後 這裡就是這一次購買的東西 那現在呢 我要先把他們稍微分類一下 就是分成我的跟我朋友的 還有分一下就是我之前已經開箱過的東西 我現在已經全部都拆完了喔 我現在已經全部都拆完了喔 我把它分了兩類 這裡有我的東西跟我朋友的東西加起來 因為我朋友有一些東西是他請我幫他調的 就也是沒有在頻道出現過的 那這裡呢就是我朋友被我燒到的東西 就是曾經大家如果有看過我的其他淘寶開箱 就會覺得這些東西很面熟 好那我們就先從地上的這一個洗衣欄開始 我現在把它組裝起來 他這裡有附一張說明書 所以如果不會裝的人不用擔心 這個洗衣欄呢裝起來就是長這樣子 我剛剛裝也蠻快速的 就是其實還蠻簡單 就稍微看一下說明書 很快就可以裝的好 他的滾輪也蠻好推的 還可以旋轉 這樣子 那他這個材質呢就是塑膠的材質 總共有三層 最上面這一層就是你可以放一些 瓶瓶罐罐的東西 那這裡有兩欄 這一欄呢它是這樣子可以搖晃的 那第二層這一個它是可以拿起來的 它有附一個提把這樣子 所以可以直接把這一欄拿起來這樣 它的顏色是有點白色帶灰色的 接下來我買了一個洗菜欄 它就是兩件式的這樣子的洗菜欄 我之前已經有在淘寶買過了 兩個洗菜欄 我後來實際的洗之後 我發現那個洗菜欄其實有點太小了 洗水果非常適合 可是有時候你要洗一些比較長型的青菜 我覺得有點太小 所以我就買這個 這個就很適合 這個材質呢就是也是塑膠的材質 這種洗菜欄應該材質都差不多是長這個樣子 洗菜還是真的要買大一點的洗菜欄會比較方便 接下來這個也是我朋友的 這個就是一個玻璃的器皿 然後總共有大中小這樣子 那這個厚度超級厚 裡面大家會看到保麗龍屑 就是它裡面是用保麗龍包裝過來的 所以它整個完好無缺 包裝得非常的延實 那這個呢就是你在做菜的時候很方便 如果你要拿來備料啊 或者是你要拿來做甜點 打麵粉打蛋都很方便 它三件組是可以這樣子疊起來的 所以你要收納很方便 下一個呢我還沒有把它拆開 因為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打開它 看一下它包裝是長這個樣子 這樣大家有看得出來它是什麼嗎 它其實是一個泡茶器 就是它可以直接拿來泡茶 它裡面這邊有一個這個是可以直接過濾茶葉的 你就放上去 把你的茶葉倒進去 直接倒水就可以泡茶了 是不是超棒的 然後它的外型就是這樣 透明的玻璃配上木頭的顏色 旁邊這個把手也很有質感有沒有 下面還有一個杯墊也是木頭的 喝茶都變得有氣質起來的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買來送給長輩 因為不是蠻多長輩都喜歡喝茶的嗎 接著下一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油罐 它的瓶身是玻璃的 然後它裡面有附這個就是貼紙 就是你在料理的時候可以這樣倒油 它這個瓶子還蠻大的 就是可以裝蠻多的 可能會有些人想要看四個擺起來的樣子 所以我剛剛把另外三個也拆開了 接下來呢要介紹一系列的髮廊材質保鮮盒 這裡有五個 那白色的是我的 黑色的是我朋友的 這個超大的 髮廊材質的保鮮盒的優點就是 除了外觀長得漂亮 就是白白的這樣子 之外呢 它可以進烤箱也可以直接加熱 然後它上面附的蓋子呢 這個是塑膠的蓋子 然後我自己又加購了一個蓋子 這個蓋子是TP1材質的蓋子 賣場是說這個蓋子更好用 所以我自己是又加購了一個 萬一這個壞掉了 就可以換一個這個蓋子 再來就是這四個保鮮盒 那白色的三個是我的 黑色的是我朋友的 那這個帶把的保鮮盒 上面都是附這個TP1的材質 這其實也蠻大的耶 它完全可以拿來裝一人份的泡麵之類的 就是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當食用器具 我會買這個保鮮盒 我就是想要拿來裝豬油 你如果在裡面放豬油 然後你從冰箱拿出來 這樣在料理的時候就很方便 那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有想要買黑色的話 黑色上面的蓋子呢 也是黑色的 所以它看起來是很有整體性的 黑色長這樣 就是很黑 有把手真的很方便 而且它這個把手夠寬 所以很好握 接下來大家會看到這邊有三卷 這個就是一次性抹布 一卷的感覺就很像廚房紙巾 所以你可以買廚房紙巾架把它放在上面 然後它的花色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還蠻有一種鄉村風的花色 然後它這個材質呢 是有點布織布那種材質 我覺得這個好像也可以拿來擦鏡子耶 它雖然叫一次性抹布 但是我覺得它應該可以使用個蠻多次的 墊在砧板下面啊 或者是幾天之後它變得很髒 你可以拿來清潔你的地板啊 櫃子就是客廳 廚房 廁所等等 下一個包裹呢就是這個 之前有在看我影片的人 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個湯匙架 這個湯匙架呢 是我之前在淘寶已經買過 但是那時候我還沒有開始經營頻道 就還沒有開始拍片 那那個現在放在台南 就沒有打算要帶回來這樣 然後我又在淘寶上面買了兩個 這是我的 我也幫我朋友買了一個 那這個很方便的是 它有一個架子 然後它也非常好清洗 然後外觀也長得美 可以直接這樣立起來 吃火鍋的時候超級方便的 可以直接把這個上桌 下一個東西呢 是這個調味料的盒子 然後我幫我朋友買了四個 我現在也把四個擺出來給大家看 它四個擺起來就是長這樣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它這個就是一個塑膠的材質 身體是塑膠的 上面也都是塑膠的 然後它方便的地方是它可以這樣拔起來 咬起來之後 直接蓋起來 那因為它的瓶身是透明的 你也可以直接看到裡面你是裝了什麼東西 但它其實不大 有沒有 小小的 它這個湯匙是可以拔下來的喔 這樣子就拔下來了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洗 接下來是兩個奶油盒 一樣也是髮廊材質的奶油盒 黑色的是我朋友的 白色的是我的 我們先來看白色的 它就是白色的髮廊材質的身體 配上木頭的蓋子 這個蓋子是沒有辦法完全蓋得超級精喔 應該看也知道 這個就只是稍微把它合起來 很可愛耶 你看白色的配木頭色 就是我最愛的兩個配色 那這個是我朋友的 他就是喜歡黑色 那黑色的一樣上面也是配木頭蓋子的 下一箱要來拆也是我期待超久的東西 這也太香了吧 我這樣拆到一半就已經聞到它裡面的香味了 哇賽 它就是一塊美到爆炸的沾板 看一下這個沾板是不是超級漂亮的沾板 而且它超香的 整個那個檜木的味道有夠香 我是買了一大一小的 那它這邊角落呢 它有做一個這個圖案 就是可以讓你分身熟食 切生食 你就用魚的這一面 切熟食 你就用蘋果的這一面 上面這個呢 是他們店家的logo 然後上面這邊有一個掛的 就是你可以把它掛起來 這個材質是這樣子 有點舊舊的 然後我還另外買一個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這個沾板呢 它的厚度是很厚的喔 你看厚度超級厚 之前有觀眾留言問我說 為什麼我一直買就是儲居類的東西 就我們家是都沒有東西可以用嘛 因為我之前住婆家的關係 我又是剛學會煮菜的煮菜新手 那我之前住婆家用的都是婆婆的鍋子 婆婆的刀子 就都是婆婆的 我就很想要屬於我自己的 有我自己的砧板 有我自己的鍋子 有我自己的刀具 喜歡做菜的人應該都是希望有自己的一套鍋子 有一套自己的砧板 有一套自己的刀子 所以我現在才會就是陸續的購買 屬於我自己的東西這樣 下一箱包裹呢 總共有三個東西 我只有買這兩個 這個是砧板 是這個店家送我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這個就是刀具 也是我人生中 終於第一次擁有自己的刀具了 這個是陶瓷刀 然後我也是買了兩個刀子 這個呢就是長這樣 它握柄兩個顏色不一樣 這個比較大的這個 它是比較八鼻粉一點點 那這個呢就是墨藍底粉 陶瓷刀的好處呢就是長得漂亮 但我其實根本就沒有用過陶瓷刀 我就是整個被它裡顏值吸引了 細節就是長這樣 它上面就是有一個它店家的logo 然後前面這邊是白色的 握把的位置是粉紅色的 第二把的這個粉我比較喜歡 因為它是墨藍底粉 如果想要看它使用的效果 或是使用的心得的話 就是要訂閱我的頻道 收看我之後的生活影片 就會常常出現 好接下來下一個東西 是這個 大家看得出來這是什麼嗎 這個是矽膠蒸架 就是可以把它放到電鍋 或是放到鍋子裡面的蒸架 我是買一大一小的 下面這邊它就是有架子 它外面這邊有把手 比如說你要蒸馬鈴薯 你就把你的馬鈴薯放在上面 蒸完之後要拿起來的時候 你就把這兩個把手這樣子合起來 這樣提就可以拿出來了 是不是很方便 小的就可以拿來放一些 就是比如說你要捶把掌啊 一顆你就用小的就好 然後它也是整個一體成型的 所以它也很好清洗 這個我也是覺得很方便 尤其是現在要做副食品了 就需要各式的給吸 接下來來到這一小區 是我之前頻道 就已經分享過的東西 那現在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朋友看了我的影片 被我燒到了哪些東西 首先是這個髮廊材質的盒子 這個是跟剛才這個 在同一間買的 這個盒子啊 就是我之前開箱過之後 有蠻多觀眾在下面問的 我之前買的那個就是這樣子 它裡面是有附架子的 那我自己呢 又另外買了一個沒有架子的 這個保鮮盒真的很好用 它除了可以拿來當保鮮盒之外呢 它可以拿來當備料盤 然後因為它是髮廊材質的嘛 所以一樣它可以拿來當烤盤 它容量又非常的大 那我會再買一個 是因為保鮮盒真的不夠 那如果你要買鐵網的話 就是長這樣 有盒子、鐵網跟蓋子 接下來就是這個鍋蓋架 這個鍋蓋架呢 也是很多觀眾詢問的 外面這邊是鐵的身體 中間這個盒子是塑膠的 上面這邊是木頭的提板 它長得好看 便宜又耐用 這個也是你要吃火鍋的話 就是直接也可以把這個鍋蓋架 放到桌上 可以架鍋蓋也很方便 好 下一個是 這兩個一起介紹 因為這兩個是同一間的東西 這個保鮮盒呢 就是也是我之前買過的那個 不鏽鋼保鮮盒 這個我自己也是有三個 然後好用 我朋友被我燒到這樣 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網子 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這個也是很好用你知道嗎 它這個鐵網上面這個超級堅固 它這邊有兩個角有沒有 所以吃火鍋的時候 就超方便 它這個把手這邊是木頭的 然後這邊有個洞 所以你可以把它掛起來 下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也是之前出現過的 我拿來裝蔥薑蒜的這個保鮮盒 塑膠保鮮盒 它就是長這樣子 整個是透明的 然後它蓋子拿起來 裡面有一個這個瀝水的 下一個東西就是這個鍋鏟 這個鍋鏟呢 我朋友那時候來我家看到 它就整個被我燒到 它整個大小剛好 握起來也好握 整個在煮的時候翻也很好用 下一個東西是這個 兩匙 這個兩匙呢也是我朋友他指定要的 他就是指定他想要這麼多的湯匙 他除了兩匙之外 他旁邊還有這個刀子 就是像剛剛我講的那個切奶油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切 接下來也是 之前在我頻道開箱 超級多人詢問的這個 醬料旋轉盤 這個就是我之前放在冰箱的那個透明旋轉盤 我朋友也是被我燒到 他那時候請我幫他買東西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說要這個 譬如說你在上面放了很多醬料瓶 你放在冰箱 你就不用在那邊翻啊澡啊什麼 這樣子用轉的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盒子啊 是塑膠材質的 而且它很好轉 轉起來也不會炒 就是沒有聲音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不只可以拿來放冰箱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在廚房的收納櫃 接下來是這個 也是詢問率很高 怎麼每個東西都詢問率很高 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之前為了做月子而買的 就是可以當托盤 又可以拿來當小桌子的 它如果要當做托盤使用的話呢 旁邊這邊是有兩個提把 可以讓你這樣子提的非常方便 那如果你要把它拿來當桌子使用 它下面就是有這樣子可以直接打開 架在鍋榨上面 或者是架在床上 可以當一個來人桌 這個我之前就是月嫂來的時候 我就跟它特別介紹這個 就說這是為了你買的 它整個使用下來幫我做月子 它覺得真的是極度方便 然後它還跟我要連結 就是它也想要買一個 然後這個托盤的整個大小又非常剛好 就是你要拿來裝整個月子餐一餐的量 真的是完全剛好 接下來是今天的影片最後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法郎紅色方鍋 我這一次買這個鍋子啊 它這個蓋子已經變成這個紅色的 就我之前那個是木頭的 所以我不確定它是不是現在都變成這樣 在買的時候你可以問一下賣家 如果你特別想要木頭的 或是特別想要矽膠的 可以問一下可不可以挑 這個糖果呢我使用率也是很高 優點呢就是除了它外表好看之外 輕可以進烤箱 因為它輕嘛 所以其實你要拿來當保鮮盒也很方便 那以上這些就是我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淘寶開箱 一樣今天只要在影片中出現 不管是之前我有沒有分享過的 我都會依照順序把連結貼在下面的資訊欄 所以如果對我今天分享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直接點開資訊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